我想兩點 第一個就是 這個標誌著黃之鋒的被取消資格 是一個很明顯的政治篩選 因為他已經在書面上寫了 他對民主自決的看法 而他的民主自決其實就是要兌現 《基本法》所許下的民主政制的承諾 香港真正的真普選 而且他講得很清楚 他是反對港獨 他不支持港獨 從這個角度來講 特區政府仍然是不信納 不信納他這個回應 然後強行在他的子女行間裏面 去運一些說話出來 去支持他的取消黃之鋒的參選資格 我覺得這樣的做法 這一種的政治篩選 這一種的政治紅線 這樣的畫法 今天可以畫給黃之鋒 明天是可以畫給其他人 換言之 政治篩選就會成為將來的 即是政治制度的一部分 這個我自己覺得是絕對不能夠接受的 但是也很可惜就是 特區政府選擇了這一種的做法 而再者就是 因為本來11月24日的區議會選舉 如果黃之鋒能夠是參選的話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契機 令到大家在將這幾個月的運動的力量 是可以轉化成為區議會選舉的一個 是重要的重新參政 在制度以內去影響未來的一個手段 但是特區政府也都是 就是和他自己口上面所說 希望能夠盡快 這個是令社會降溫的說法 是背道而馳的 因為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他是沒有理由 沒有理由是用一個很主觀的 是用一個讀心術的態度去評價黃之鋒 書面寫下去給選舉主任的回應 去確認了他的民主自決 基礎就是建基於一國兩制之下 一國兩制之下的框架 也都是說得很清楚 他是沒有支持到這個港獨的訴求 這樣的話 特區政府就是自己製造社會的亂局 製造社會的未來是有更多的衝突 令到就是他自己所希望達致的效果 這個社會能夠是平定 或者是能夠是平和下來的這個訴求 其實是背道而馳的 之鋒當然是一個非常之出色的政治人物 他由很年輕十幾歲的時候 帶領著國教的運動 到今天成為一個很重要的 海內外的標誌性的政治人物 但是作為一個民主選舉 你不可能因為他是作為標誌性的人物 然後就用各種的理據 懷疑他是有不同的理念 我覺得這個是絕對不合適的 特別在香港社會之下 我們一直這麼重視就是 我們是一個重視程序公義 重視這個言論自由的社會 也是我們核心價值的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但是特區政府從這個事件當中 就是完全不重視這個這麼重要的價值 會令到香港進入一個大家懷疑香港 是不是我們以往所熟悉的香港的一個過程 很明顯現在這些所謂對立的局面 也都是有一些背後的有心人 他們是很刻意地製造事端的 在香港社會 大多數的香港市民現在給了政府是零分 或者很低的分數 給了警隊的評分 也是以一個零分很低的信任度 換言之就是政府的主流支持 是在一個低點上面的 但是有人是很希望 就是這一種的亂象是持續 去令到就是在他眼中的所謂 扭轉民意是會出現 民意逆轉是會出現 但是我自己覺得這一種的手段 是一種很卑鄙的手段 也都只會是令到香港失去了 我們可以通過政治問題 政治解決的渠道 去令到我們的社會真正靜下來 是失去了可能出現的契機 DQ黃之鋒就是承接著這一種的態度之下 有一些別有用心的人 在當中操作的一個政治的手段 如果你留意到 原來的南區選舉主任馬太 他都因為要決定 可能他是想提出一個不DQ的決定 但是最終他就要被迫 是要請假換人 換上另一個人 還要兩三天之後 才做最後的決定 從這個角度就會見到 後面一定有另一個政治操作 是覺得必須要DQ黃之鋒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香港社會也都是失去了 他原先講人治港 高度自治 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香港的內部事務 就應該由 以香港的傳統價值 手段去解決問題 而不應該滲襲了 這一種的政治篩選 很擔心的 因為你區議會選舉 過往一段幾個禮拜 都已經有特區政府好 建制派好 已經再三強調 就是說如果這個亂象是持續的話 可能會出現這個取消選舉 押後選舉的一個過程 而取消黃之鋒的參選資格 是不是這個劇本的一個部分呢 因為大家可以想像到 取消黃之鋒的參選資格的話 是自必然引起另一輪的 對立和抗爭的過程 這樣的做法 其實是不是正正就是說 要令到這個社會的亂局 繼續之下的政治操作呢 這個是我自己的擔心 但是無論如何都好 第一我希望香港市民會知道 抗爭是需要在各個不同的層面 是寸套必爭的 而區議會選舉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希望大家在各個層次裏面 透過我們明白到 就是特區政府 甚至就是比較用心的人 心目中所想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自己是用我們自己最大的智慧 去捍衛香港社會的利益和權益 去令到我們能夠透過各種的崗位 都可以寸套必爭地去抵抗暴政